前十几年每年春晚有宋祖英跟赵万山 你现在还看见过一次宋祖英吗 忽然一夜之间对吧 一二年以后春晚再无宋祖英 为什么你没有了 我就告诉你他连夏莲队唱歌 他都没有机会了 这都是不成了一个规定 没人跟你说下个红头 共产党最重要的事 他要办什么事 你不可能在电视报纸上 但是就有电话就是说 你海正和我团你下来 宋祖英来吗 小宋来吗 来了别唱歌 对吧 都是他妈的这些真正的背后的这些力量 你跟了哪条线 你是属于哪 最后你的政治团体失实 咱别说他跟江上不上仇 他人家跟曾经红肯定好吧 他跟江半肯定好吧 所谓的跟陶文生 这肯定好吧 这些东西都是真正的背后的原因